就在今天上午5点的时候呢 我们看到了东部战区呢 他发布了一篇微博 告诉大家呢 将要进行联合力舰2024B的这样子相关的一个军演 那这件事情呢 其实呢 引起了海峡两岸的震动 我们看到了 其实大陆有很多的网民呢 在这个相关的微博下面呢 其实留了很多的讯息 那台湾岛内的新闻媒体呢 也针对这件事情呢 进行了大幅的报道 因为呢 这是在这个5月之后的 第二次的这样子的一个联合力舰的一个演习 那这一次呢 我们有看到了 大陆有把这个2022年2024年 联合力舰A跟B的这个整个所有的演习的范围呢 把它做一个重叠 那基本上呢 我们从这个演习的范围来看呢 严格讲起来 其实呢 他的演习距离 台湾的这个距离来讲呢 其实是没有差距多少的 并没有说 今年的这一次的联合力舰B的演习呢 比联合力舰A的演习呢 这稍微靠近点 其实没有 大概呢 他的演习的区域的附近是差不多的 可是呢 我觉得这件事情呢 我们可以有几个观察点 首先第一个观察点是呢 我们看到的是 这一次是在凌晨5点的时候 就突然宣布 并且呢 可以立刻呢 进行了整个演习的一个操作 我认为其实这就体现到了一件事情 就是大陆的整个整体的训练来讲 是非常非常扎实的 也就是说呢 今天呢 当他们决定要从训练转做演习的时候呢 他们是可以非常快的 代表说呢 他们其实呢 不管是在这个整个军种的调动 协调 资源的分配等等这些呢 其实他们是可以非常快速的开始进行去分配 那这件事情也就代表说 他们的训练是很扎实的 各位想想看哦 在2022年的时候 也就是或者是在2021年年底的时候 俄罗斯呢 那个时候呢 其实在这个乌克兰跟俄罗斯的边境呢 一直在军演 一直在这个演习哦 那后来呢 在2022年的时候呢 俄罗斯呢 就发起了这个俄乌之间的冲突嘛 那各位试想看看 如果未来的场景放在台海之间的话 会不会解放军的能力又更强大了呢 因为他的这个整体的训练的实力来讲 其实呢 是更加更加缜密的 那再来呢 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这一次来讲呢 不仅仅是这个海军空军的演习哦 同时呢 还有一个 我不知道该不该说他叫军种啦 因为其实呢 他这个有点类似的 这个就是呃 次一级的军队哦 怎么说呢 因为海警也加入了 这一次呢 海警呢 也同时公布了整个所谓的这个 巡防的一个范围 我们可以从那张图看到呢 这个整个巡防的范围呢 就是把台湾整个岛都包了起来 那我们也看到呢 这个一次的整个海警船呢 他进入到了这个 所谓的禁限制的水域当中 就是他已经从过去 大家就讲了 金门马祖以西的那一侧 进到了金门马祖以东的这一侧 也就是超过了 所谓的禁限制水域 把台湾岛整个包起来哦 那这就体现了一件事情 其实我有看到很多的军事 在专家在评论这件事情 就代表说呢 过去呢 可能像联合力艰A的演习呢 他是针对这个海空的协调啦 海空的军演 那呢 针对呢 就是他们可能远程武器的招作呢 他们可以查打议题啊 等等之类的 但是呢 这一次呢 则告诉大家 这一次的演习呢 告诉大家这个大陆呢 他们是有能力 针对港口跟区域 进行全面的封锁跟控制的 他们呢 能够有效的去控制 他们想要控制的 整个的海域的附近 所以呢 这就代表呢 他们大陆呢 更加展现一件事情就是 台湾就是中国的一部分 你不要再跟我讲 什么台海 这个台湾海峡 是什么国际水域 可以无害通过什么的 我没有 我现在就告诉你 整个台湾岛的周边 通通都是我们中国的一部分 今天为了大家 这个商船行走的方便 为了减少大家的成本 你要无害通过台湾海峡 没有问题 但是如果今天 你是在挑衅的话 我跟你讲 没这回事 他也在告诉你呢 就是基本上 我今天要把它控制起来 是轻而易举的事 各位知道吗 其实大概在今年的时候吧 这个就已经有 美国的智库 他们开始在讨论一件事情 其实这件事情 我们跟大家之前也分析过 美国智库说什么 他们说 如果未来有一天 当大陆决定了 要把台湾海峡 整个封锁起来 让这个 不管是商船 或者是军舰 没有办法再靠近 台湾这一个区域的时候 请问一下 这个国际要怎么反应 美国智库说 他们想了很久 他们怎么想都想不到 到底要怎么去回应这件事情 因为如果今天是 海警船控制的话 那他基本上 不叫做所谓的军事行动 但他不到军事行动 这个等级的时候 你国际或者是美国 你根本是无法回应的 因为你不能说 他改变现状 因为你本来就成了 两岸同属一个中国 那他用海警船 把台湾的这个 整个封锁起来 也很正常 所以如果说 今天大陆用这件事情 进行开始所谓的 比如说今天你有上船 要经过 那你就需要跟我大陆通报 你就需要跟我大陆报备 你如果不跟我大陆 报备通报的话 对不起 你不要给我过来 那今天大陆有权利 在这附近登船去领检 他现在就开始进一步的 把他的这个执法范围 辐射到了台湾的东部 就是在告诉大家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我这件事情 不是只有说说而已 我甚至做给你看 我用我的执法来告诉你 因为我的执法能力 可以辐射到这个地方 所以这就是既定的事实 那今天大陆做到这件事情的时候 全世界都没有办法回应 而这是美国智库在告诉大家的 各位还记得吗 在这个联合利监A的演习的时候 其实那时候呢 这个民进党的民意代表呢 他在执询这个官员的时候 他就讲了 你知道吗 这一次演习的时候啊 我们这个有三天 没有这个任何的能源 可以进到我们高雄港 他非常的生气 你知道吗 各位想要联合利监A 就可以做到这件事情 那联合利监B呢 这次是由海警船开始进行 全面的这个封锁跟掌控的时候 请问一下 那如果未来台湾需要这个 比如说能源啦 天然气啦 石油啦 粮食啊等等 这些东西要进口台湾的时候 这些东西怎么办 假设联合利监B的演习 时间拉得很长的话 那再来一件事情 各位不知道我们注意到 联合利监B的这次演习的 这个范围呢 虽然它有框起来 但是呢 海警呢 却没有告诉你说 哦我会在哪里寻 没有 他就给你个箭头 就把台湾整个围起来 所以呢 我觉得这一次呢 真正要注意的点是什么 其实是这一次海警 把台湾围起来这件事情 才是最重要的一个点 那再来我们可以跟大家分析一下 那台湾的反应呢 其实我觉得台湾当局的回应呢 我觉得是刚刚好 就是台湾民众所想的事情 因为呢 这个台湾当局讲了 这个他们非常强烈的谴责 他们很生气啊 他说你怎么可以这样 破坏这个区域的和平呢 那他们甚至也讲到 说他觉得呢 这个现在让 这个两岸之间不稳定 动荡的 让大家觉得台湾海峡 是个火药库的 这所有的责任呢 其实都在大陆这边 因为是他们在改变 是他们在挑衅嘛 那同时呢 我们也看到台湾有回应 他说他们这个所谓的 针对台海之间的和平 稳定的这个努力 是不变的 他们这个所谓的 维护主权的决心 是不变的 他们呢 这个希望两岸 在对等尊严 良善的那个环境之下 对谈的态度 也是不变的 等等之类的 还有四个不变 他在表达这个态度 那基本上我认为呢 台湾民众都是认同 这个台湾当局 所讲的这一套的一些逻辑 同时他们也觉得 为什么你们大陆要一直改变现状呢 我们愿意谈啊 我们愿意跟您对话 你只要愿意跟我们对话 对不对 你把大陆客呢 来到台湾 让台湾这个 在观光业这边赚大钱 不是很好吗 为什么你们要这个样子呢 我觉得应该这样讲 其实呢 两岸分治了这个 七十几年了 已经这么长的一段时间了 这个多数的台湾岛内的民众 已经开始觉得 两岸关系呢 其实不是我们大家 所认知的那个关系 他们已经开始觉得 两岸关系就像赖清德所讲的 就是两个国家的关系 因为已经分支太久了 台湾已经很习惯了 就是我们拥有自己的护照 我们有自己的军队 我们有自己的领土 你现在告诉我们说 今天你们就是中国的一部分 这个法理上大家都懂 没错就是这个样子 可是你要知道 对于一般的民众来讲 国际法太遥远 对于一般的民众来讲 政治太遥远 他们能够感受到的是 自己切身这个生活的 一个环境的感觉 就是我今天拿着我的护照 我在很多的国家里面 其实呢 我可以不用签证的 我的这个护照是非常好用的 他们可以感受到的是 今天可能就是 我们拥有我们自己 选出来的领导人 我们拥有我们自己 运作的一套行政体系 我们拥有自己的 这个所谓的民意机关 等等之类的 就是今天你在告诉 台湾岛内的民众说 你是中国的一部分 他们会觉得这个认知很奇怪的 所以呢 今天当他们发现到说 赖清的讲这些话的时候 他们觉得跟他的生活的 整个环境来讲 是一样的轨迹的时候 他就觉得说 没错 我们根本没有改变 我们什么都没变 我们一样在选我们的 这个执政党啊 这个过去是国民党 后面来变民进党 再变国民党 再变民进党 这个政党轮替是很正常的 我觉得这个很正常 我们没有改变啊 我们只是展现我们的民意啊 可是他们没有想过一件事情 从大陆的角度 从国际的角度来看 一直在变的是台湾 就是台湾过去 从我们承认两岸同属一个中国 只是谁代表中国 这件事情我们大家有争执 可是我们就是中国人 这件事情是不变的 但是呢 慢慢慢慢从这个 陈水扁 马英九 蔡英文 这个所谓的一个中国的内涵呢 就开始开始慢慢被剥离 剥离到现在已经完完全全没有了 所以台湾民众没有办法认知到 其实改变现状的一直都是我们 台湾民众没有办法认知到 这个更高层次的 所谓的国际法的这件事 所以今天赖清的为什么 他当他讲这些话的时候 台湾党内民众都觉得 没错你讲得很棒 因为这就是他们的生活环境 那之前我在访问这个蔡委员的时候 他有提到 就是我们在聊爱魂条约这件事情 他就讲到这个 我记得没错 黑龙江以北的这一大片的土地 最终最终会被这个 这个所谓的苏联 或者是俄皇占领的时候呢 其实有个很大的原因 就是因为当时的清朝 其实真的没有能力去管 如果想想看 如果两岸的分治时间 再继续往下拉的话 台湾岛内民众对于两岸之间的认知 又会变成什么样子呢 那这就是苏联今天针对 这个联合利剑逼的一个分析了 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简法 记得帮我们多多的订阅 按赞分享 开启小铃铛哦 拜拜 拜拜